我這邊先把那個 這邊先開一個 請各位線上就是從這個 然後你可以看到程式碼 裡面有程式碼 就這個 程式碼裡面的話就是第一個步驟 反正上面都有 我們主要是做這個更新資料 或者雲端更新資料的一個按鈕 然後這個畫面大概就是照這個來做 好 做完之後的話 那當然齁 你就要重整他說五分鐘 不過如果你實在等的不耐煩的話 你可以有個方法 好像可以怎樣 停止發佈 然後再把它重新再發佈 他就更新了 好 如果你實在五分鐘 你不想等 你就停止再重新發佈 好像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重新整理一下 那這邊呢 上面就有個長的網址 將來你可以把這個網址給人家 人家可以看到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說這個網址太長對不對 你覺得很討厭 你可以打一個goo.gl enter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長的網址貼上 然後shooten一下對不對 shooten之後的話 他就會給你一個短的網址 比如像我們這邊不是一個短的網址對不對 其實這個短的網址 就是點進來不是這個嗎 就是我把它縮短的 本來很長一串的 另外details裡面 它還有一個QR Code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QR Code 給那個平板 或者是手機的使用者 那另外呢 多少人使用有沒有 這邊上面都會有一個紀錄 什麼時間等等的 然後用什麼瀏覽器等等的 它有個數據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大數據 對於 對我來說也蠻有幫助的 我至少知道說哪些人在使用 而且它的部落格 YouTube上面都有大數據 我就很清楚知道說 哪一些影片 大家看的次數最高 需求最大 然後我就會針對大家的需求 盡量把大家需要的東西多講一點 如果大家好像都不太想聽的 那就略過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說到網址 那重點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在 就是 Excel裡面 做出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就是當我按下更新資料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舊的資料刪掉 然後呢 去從我剛剛雲端上面抓最新的 我剛剛不是有刪掉好幾筆紀錄嗎 那我要把它更新 那怎麼更新 首先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因為程式要寫蠻多的 那我們可以不用自己寫 可以利用錄製的方法 那錄製之前 請各位先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先練習一下 我們來練習一下 等一下再錄製好了 先練習 首先第一個 從資料裡面 有一個從web 把剛剛的網址貼上 這一串很長一串 倒一下 倒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這個畫面 然後是否是 然後請你把這個打勾 這個就是一個table query table 是說從網路上 把那個table query 查下來 放到哪裡呢 按匯入 它會出現說 你要放在哪一個 這個時候有沒有 正在下載 因為我們有2500筆 所以其實會 放在哪裡 放在A1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 在右下角會有更新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從網路上 幫你把那個資料 從網路上抓下來 不過因為 比數其實不算太少 所以會需要一點時間 好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等一下 可以把動作錄下來 但是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 A欄 其實你會發現 A欄是不需要的 所以把A欄選起來 delete掉 再把第一列跟第二列刪除掉 再把A到L欄 做什麼呢 常用裡面的什麼呢 格式 自動調整什麼 欄寬 其實這個應該有用過吧 AutoFits 有沒有 OK 好 全部做完了 這個時候呢 剛剛的動作 你可以把它錄製下來 那錄完之後 其實就是我剛剛做的 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各位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這邊也叫更新資料的程序 那也就是說你在錄製的時候有沒有 它不是錄製聚集 你給它一個名稱 叫更新資料 然後做什麼呢 一清除就資料 不過 如果你選取再刪除了 我覺得麻煩 你乾脆自己改一下 自己加一行 叫Sales.clear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 裡面的資料清掉 然後再來的話呢 匯入剛剛的動作 那將來如果說 你不需要重錄的話 你其實只要更改哪裡 更改這個裡面的有沒有 UIL這邊有個雙引號 到雙引號 這個就網址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更改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從我這邊貼過去的話 你只要把這邊頭跟尾改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應該不用改 再來怎麼樣 刪除一二列 怎麼樣刪除一二列 其實很簡單 利用Rose這個物件 有沒有 1冒號2 意思是說第一列跟第二列 把它怎麼樣 點Delete 就刪掉了 刪掉第一欄 剛剛不是有第一欄 我不要 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Column1 Delete就可以 或者Column A也可以 前後加雙引號 然後AutoFit 最後把優標放回到A1 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把這一行 這個Ctrl C 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這個 這邊來 你們可以試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把這個地方貼上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更新資料的動作了 OK 等一下再加上一個按鈕 完成 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可以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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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